日本月入60万日元的咖啡厅女仆 你知道一天过得有多经历吗 早上10点 这位名叫吉利罗佑的女生 就会准时从床上醒来 她今年19岁 目前独自生活在东京 罗佑现在的职业是一位女仆 洗床后 罗佑会先给自己化个妆 接着去换好衣服 还要做一个发型 对于女仆这个行业来说 服装和发型都非常重要 为此罗佑每天早上 弄完还需要用定性喷雾 让头发保持形状 因为早上没有吃早餐的习惯 所以罗佑大多只会喝一杯茶 帮助大脑快速恢复精神 喝完刷个牙 罗佑就可以出门去上班了 罗佑工作的地方 位于日本秋夜园 这里被称为宅男的天堂 有着许多跟二次元相关的元素 不过最出名的还是女仆咖啡厅 早上11点 罗佑就抵达上班的地方 此时同事们也早早来到 正在做着上班前的准备 女仆咖啡厅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女生 除了一个帮忙拍摄的摄影师 她主要负责给女仆们拍视频 然后发到社交媒体吸引顾客 在这里工作的女生 年龄一般都在20岁左右 全部长相清纯甜美漂亮 毕竟只有这样 才符合宅男心中的形象 让他们更加有消费欲望 罗佑来到咖啡厅 先去换完工作服 就要去知道刚来上班的新人 教他们怎么给客人提供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女仆和服务员 其实性质上相差无几 无非就是一桌女仆装 扮相可爱 而菜单设计也会以偏二次元风格为主 另外在端上餐饮时 女仆还会有表演和动作 当然这种咖啡厅卖的东西 价格也要比普通店高很多 罗佑在店里待了一个多小时 就会拿店里的招牌出门拉客 这种场景在秋夜园随处可见 虽然绝大部分女仆戴着口罩 但据说能出来拉客的女生 都是店里面颜值最高的 等时间来到下午两点 罗佑会再次回到店里招待客人 尽管这份工作算不上有多轻松 可收入也相当不错 平时除了要时刻保持笑容 还要细心跟客人聊天 像这种女仆店的工资计算方式 一般分为即时或者底薪加提成 例如即时的收入 每小时通常在1000到2000日元 具体根据每家店 和个人的能力决定 兼职女仆大多采用即时的方式 而像罗佑这种 则是第二种计算方式 她如今每月最少能拿到60万日元 属于这个行业的中下等水平 据罗佑所说 自己读书的时候学习并不好 出来自然也找不到什么工作 于是她只能尝试一下拟铺行业 没想到从小就喜欢二次元的她 不仅很快就适应 还慢慢喜欢上这份工作 时间一晃来到晚上10点30分 罗佑就可以下班回家了 路上她会顺便买晚饭 平常工作时间会非常忙 导致她几乎没空先吃饭 罗佑基本都是回来再吃 吃饱喝足去洗碗澡 再做个夜间护肤 最后吃点零食看看动漫 罗佑就差不多该睡觉了 这就是日本女仆生活中的一天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 你对这种生活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种生活有什么看法呢 我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等我会呢 很多问题 我可以在评论区里面